近日全运会开展 此前东京奥运会上有出色表象的成员 也纷纷参加了全运会 年龄最小的全红蝉 在全运会上再放光彩 两次食用却依旧逆转夺得冠军 而比赛结束后的获奖感言却顶人意外 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大家好 体育清明册带您看遍体坛大事件 此前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各支队伍都开始为全运会做准备 在奥运会上大放光芒的全红蝉 也不例外 这一次全运会将会是他奥运会后的首场比赛 自然备受关注 跳水比赛的较量在精彩程度上 丝毫不亚于东京奥运会 因为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奥运冠军之外 还有曾经的老将和巴黎奥运周期的重点新人 都将在这场全运会上一决高下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女子单人十米台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决赛在9月10日进行 参赛人员里除了有全红蝉外 还有他的两位好友张佳琪和陈玉希 他们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此前北京时间9月6日 全运会女子团体双人三米跳板决赛 女子团体十米跳台决赛 在西安奥迪中心游泳跳水管举行 女子团体十米跳台决赛中 众多的跳水名将纷纷亮相 这其中有三人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还有两人目前占据着热搜榜前十的位置 这三人分别是全红蝉 张佳琪 陈玉希 他们三人全都是奥运会冠军 还都是00后 这次全运会上 他们分别代表广东队 北京队和上海队 在东京奥运会上 张佳琪 陈玉希 夺得跳水女子十米台的双人冠军 而这次全运会 三名小将再次同场斗法 可谓是神仙打架 预赛当中全红蝉八回出色 第五跳再次上演水滑消叙叙 三位裁判给出满分十分 最终全红蝉和陈玉希 以并列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在全运会比赛开始之前 观众们还担心 他们因为隔离加周车劳顿 会发挥不好 但是事实证明 冠军就是冠军 他们总体来说 都发挥了正常的水准 而且都展示了 什么叫水滑消失数 比如张佳琪的第三条 还有全红蝉的第二条 全红蝉第二条 更是拿到了四个满分十分 央视解说说 他跳水像一片树叶一样 落入水中 他在团体赛中 平纪超强的实力 帮助广东队 暂列团队第一 然而全红蝉在比赛上 也出现了虚估 一度被反超 这是为什么呢 此前半决赛 共有18位参赛选手 前面三跳中 最后一位出场的全红蝉 都保持领先 但是在第四条时 全红蝉完成了一个动作时 出现了重大虚估 仅仅拿到了65.60分 而陈玉希则是拿到了 89.10分 凭借着这一跳 陈玉希也是成功反超 全红蝉 位置第一位 这时 压力就来到了全红蝉这边 最后陈玉希最后一跳 先拿到了83.20分 最后一位出场的全红蝉 展现出了超强的心理素质 拿到了89.60分 五轮比赛过后 陈玉希和张佳琪的得分 都是416.05分 两人并列第一 从这次比赛看得出来 陈玉希不愧是奥运会银牌获得者 实力真的很强 而全红蝉后面发挥仍不稳定 在第四跳出现了较大虚估 但是她并没有气馁 在实物之后 即使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没有被自己的心理压力打垮 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随后进行的女子十米跳台决赛 全红蝉 陈玉希 张佳琪和任倩 四位奥运冠军 轮番上演 水花销学术 经过五轮角逐 最终广东队全红蝉 逆转罗关 上海对陈玉希 摘银 任倩夺得同牌 这场比赛竞争 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在第一轮结束后 就有三位选手并列第一 比赛的最后阶段达到高潮 而全红蝉在总分落后的情况下 最后两跳发挥出色 财本分别给出了三个满分和两个满分 最终全红蝉逆转摘的金牌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令人惊讶的是 在如此强劲的比赛中 全红蝉在两次重大失误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所以证明 他的实力和统治力有多强 全红蝉在短短36天内 就拿到两枚金牌 分别是奥运金牌和全运会金牌 这两枚金牌的价值都非常高 而在夺得冠军后 他在赛后采访时说了几句话 却令人意外 他说了什么呢 比赛结束后 当记者问到全红蝉的夺冠感受时 令人意外的是 他就说了一句话 很开心能站在最高领奖台 谢谢 就这一句话蒙翻全场 全红蝉在赛后表示 作为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年轻运动员 能和包括陈玉希和任现在内的世界冠军 同场竞技 他看到非常的高兴 能够登上全运会最高领奖台 也很开心 全红蝉能红遍全国乃至世界 不仅仅在于他令人惊叹的跳水技术 更是因为他的帅质烂漫 记者问他夺冠后怎么庆祝 他说这点好的 想吃辣条 撇开奥运冠军的光环 全红蝉喜欢的 想做的 和任何一个14岁的孩子 一样 一包五毛钱的辣条 和一局发挥出色的游戏 是全红蝉简简单单的幸福 妈妈说 全红蝉曾经的梦想 去开一间小卖部 这样能有零血吃 可小小的他 已经有了大展的模样 心里装着家 东京奥运会赛后采访 全红蝉哽咽说出 想赚钱给妈妈治病 这时夺冠之外 他心里的又一个信念 如今 全红蝉的全运会 已经圆满结束了 个人第一次的全运会征途 团体和个人的两块金牌主张 再次证明了他的天赋 他现在只有14岁 以后的路还很长 只有心中有梦 蓄满力量 他就由抵御风暴 笑对苦难的勇气 让我们一起祝福全红蝉 好了 今天的学评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